昨天新聞鳳雲無阻 首獲在航展的現場 台風沒有放過珠海 今天因為機場就在海邊 所以今天的風雨是非常的大的 帶大家來看看現場有多少人 我們這裡還是票價比較貴的攝影平台區 等於是航展的C區 今天只能說 鳳雲無阻了 就看今天 殲20457 八一飛行表演隊 會不會做出高難的動作 因為今天的能見度非常非常的差 再加上雨時不時 風大雨大的 所以 依照昨天有朋友分享 他說 如果雨太大的話 戰機有可能會飛得比較保守 他可能就不會做出那種 我們今天看到的高難度的炫技動作 我們拭目以待 我來自河南鄭州 今天風雨這麼大 還是一定要來看航展 那必須得來掏錢了 風雨再大 不影響感覺熱情 打著散過來 看不見 心目中最期待的哪一架戰機的炫技 想看的大了 就在運輸機 運20 對就那 胖牛 對 姐姐你從哪裡來 從成都 成都 成都來這邊 特地來看航展 今天下雨怎麼辦呢 應不影響你心情 嗯 這麼吧 還是 行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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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無預警的下期的大雨 今天這裡什麼都貴 你猜我們一件雨衣買了多少錢呢 答案是人民幣100塊 很多人都是買這個價錢 然後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 比這個官方賣票的平台區 更加VVIP的機場第一排 就在跑到正前方這個房子 俗稱叫做航展炮樓 你知道嗎 票價多少錢 一個人 人民幣3000元 不過今天這種惡劣的天氣 就算付了大錢 恐怕也拍不到東西 我們看到了在屋頂上呢 有很多攝影愛好者 他們都是花了幾千 甚至有人包10天 是幾萬塊的費用 為了搶拍最精彩的視角 今天來到現場排風影響 風雨很大 你的傘都快開花了 從哪裡來 特地來看航展嗎 特地來看航展 如果下大雨怎麼辦 會走嗎 今天特別期待什麼戰績表演嗎 西北上所有的戰績都喜歡 這次來航展幾天呢 今天來了有三天了 我是河北 今天帶著誰一起來呢 家人全都來了 今天下雨怎麼辦 影響你心情嗎 下雨可能 飛行表演表 要是不能表演了也 肯定是要影響心情啊 但是也 為了這個飛行的安全 還是能理解的 你今天帶了什麼器材過來呢 就是相機和長焦鏡頭 長焦鏡頭啊 能拉起來展示一下 這雨太大了 哇都是專業鏡頭來著 也就是業餘愛好整 特地來追焦 特別想追什麼戰機 都想拍 都想拍 那今天下雨怎麼辦 下雨就我淋一下 機器不要淋雨唄 就等待啊 就是想拍到好的照片 雨在大也交不息大家的熱情 當然也交不息包主的熱情 今天一定要持續的守候在現場 為大家拍拍胖牛昆蓬 殲35 蘇57 殲20 這些中國大陸空軍 包含了海軍 這次要展示最新款的戰機 秉型以代殲16來了 炸彈卡車 裝滿油肚子裡面滿滿的石盾 就在那邊 殲16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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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頂飛過去 從剛到現在 有沒有10秒鐘的時間啊 非常的震撼 然後今天就等著看它的炫技了 它的油呢 10噸 從新疆可以飛到廣東的 上江 中間都不用落地加油的 然後它還有一噸 所以被稱之為炸彈卡車 不是沒有原因的 它可以飛到很遠的地方 進行轟炸 然後呢 它可以掛很多的霹靂的導彈 有感受到那個肺動的震動的那種感覺嗎 剛剛那個音爆的聲音 收音應該很清楚吧 現場所有的人就是這個樣子的 拿著手機然後等待聲音 因為戰鬥機速度太快了 在我們眼前過去有沒有個5秒 然後它就消失在雲層裡面了 等到我們聽到聲音的時候呢 它又會再次的飛回來 我們跟現場的大家一起 有聽到那個很尖銳的音頻聲了 哪裡 大家都在等 因為完全不知道 殲16會從哪邊飛過來 來了嗎 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方向 所以現在現場 讓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在現場看行展 就是這樣的氣氛 你只有聽到那種很高音頻的 戰機的那個炫技的聲音 但是就是一直看不到 戰機到底在哪裡 來了來了來了 那裡那裡 跟他預告一下 下一架是620 胖妞 胖妞已經在機場跑到了 他在過去那邊 等一下要預備了 等一下換他秀了 來各位我們等一下 殲16 低飛 展現他飛行性能 哇 震撼震撼 小金感覺怎麼樣 太震撼了 你剛剛廢有沒有在震 有 我們的攝影 剛才拍到了嗎 感受怎麼樣了 哎呀太好了呀 震撼吧 非常震撼 現場在等待的是運20 很多人都一直在說 胖妞胖妞 來就在這邊 運20 這是中國自主研發的 大型的運輸機 能載人 能載坦克 能載紅旗 送到塞爾維亞去 就是這個 在家叫胖妞 在外叫昆蓬 今天要看的亮點呢 你不要看它這麼大 這麼胖那麼壯 你要看它 起飛需要幾秒 剛剛我們聽到發動機的聲音 已經啟動了 來看一下現場 大家已經大炮預備 手機預備 手機預備 所有都預備好了 秉食以待 現在現場 我們現在在這邊準備 有一些小檔案 你知道它的最大起飛重量 是多少嗎 是220噸 最大的再重 是大概有66噸 它使用的聲線是1300米 飛得很高 它可以飛得很遠 然後運20呢 它經過改裝 就可以變成運油20 運油20呢 就可以讓戰機的航程更遠 可以搭 跟這個殲35啊 殲16 殲15滴啊 殲20 當他們的加油 大夥伴 不能說小夥伴 來現場 大家都在準備了 準備了已經在加速起飛了 我們一起來數一下 它幾秒起飛呢 看它感覺很吃力 拉起來 拉起來了 哇 很震撼 或許在比較遠的角度 你看起來 你會覺得很像是民航機起飛 但是剛才運20一出場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 它肚子病 一般的民航機大很多倍 那個機頭那個機身 最大的起飛重量是220噸 所以呢 在前幾年 塞爾維亞跟中國 買了很多紅旗的這個系統呢 就靠著運20帶過去 還有在疫情的時候啊 中國大陸不是送了很多疫苗 到其他的國家去嗎 靠的也是運20 還有呢 維和部隊啊 到海外去出任務 靠的也是運20 能運人 能運裝甲坦克車 基本上能裝的進去的都能運 運20來了 胖妞 坤彭 放油管 放油管 油管 三條加油軟管 大家看到了沒有 加油 他可以同時幫三架戰機進行加油補給 好 好 空中加油了 好 酸條 好 酸條 真的是全場起立 然後呢 專業的拿大炮的 好 一般民眾像我們一樣拿手機的 現在基本上呢 全場在等待 哇 就在我面前 來 從這個洞裡面 你們看到了嗎 蘇五七 62歲 俄羅斯頂級飛行員 謝爾蓋 從俄羅斯把戰機開過來 來發動機啟動了 我們看一下 準備要衝場了 準備了準備了 準備了 我眼睛都沒睬一下他就起飛了 各位 蘇海五十七的震撼 剛剛有聽到了嗎 他那個隱形聲 跨客天際的那個聲音 俄羅斯的前國防部長邵伊古 今天也來參加珠海航展了 就在主場館 今天邵伊古也來參觀了 哇 來了 天啊 輸不太快了 吳吳鳴聲 大家看一下全場 來現在大家在期待了 因為現在呢 是俄羅斯的勇士飛行表演隊 這也是俄羅斯的王牌 他們是換裝了蘇三五之後呢 第一次來到中國參加航展 然後呢 他們的特技動作很多 非常悍喔 所以呢 大家非常期待 來我們看到了 他們整個整機的編隊 非常成熟 非常的整齊 讓大家聽現場聲音 哇漂亮的一個編隊 你知道嗎 現場都沒有聲音 因為大家都停止呼吸在拍 因為如果稍微你知道一閃神 他們就飛走了 今天剛才那個還算是一個 比較低速的飛行了 穩穩的穩穩的飛 展示一下他們編隊的實力 要做這個編隊不容易的 不是說飛聚在一起就行的 編一個編隊呢 大家得繞一圈回來 才能再重新編隊的 而且我們平面上看起來 才是一個三角形這樣的編隊 事實上呢 飛機啊 你如果從側面看過去 它是有高低差的 就很像騎自行車的時候 後面是有破風的 要閃過那個飛機尾流的 你看現場 大家都沒什麼講話 因為大家都在等 來了 勇士 他們的動作是非常炫的 中國的王牌飛行表演隊 好接下來輪到他們展示 先感受一下起飛的那個 聲音的震撼 好了我帶大家來看發衣換彩了 遠遠的就拉彩虹了 哇翻轉了 哇同步翻滾耶 這個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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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衣飛行表演隊已經降落了 其實今天呢有很多比較高難度的動作都沒有做 還有在空中的開花也沒有做 剛剛很多軍事迷都說好可惜啊 因為今天天氣不好的狀況 對於這些動作肯定是有影響的 前幾天有看到比較高難度的動作嗎 對今天動作比較少對吧 會不會覺得很可惜呢 不可惜啊 反正每個每天動作都不一樣 他只能有三套到五套的動作 根據不同的天氣不同氣候 他是一個飛行表演 好可惜啊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他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 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虎夫露全校精華 精華社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